鐵後新月台落成 乘客可經轉乘同道轉乘過海列車 各位在天后上班的朋友 有沒有幻想過可以有一天接坐到地鐵過海 其實在90年代 地鐵就有想過在天后站起轉車站 每一條鐵路跨的背後 往往都有很多偏涉到不為人知的謎團 而今天就來大家看看 當年地鐵在選擇側如沖的下一站的時候 還有什麼其他選擇 80 年代尾 尼頓道走廊的問題變得越來越擠迫 每個人都想坐地鐵過海 但難道每個人都真的可以坐到地鐵過海嗎 1989 年 隨著東區海底隧道正式通車 大家就有多一個新的過海選擇 觀塘線由觀塘站延伸過海 去到側如沖站和港島線交回 月台就在港島線的下面 要轉車就要轉兩次電梯 兼走一條轉車通道 而過了開的地鐵車落了走之後 就會開入側如沖站的西面的掉頭隧道掉頭 坐入另一面的月台再客過九龍 側如沖站本來就不是預料你這樣起 但基於東區海底隧道 剛好就指著側如沖站 設計師在無可落河之下 局主都要選側如沖作為地鐵的轉車站 但好像我這些玻璃腳的人來說 要這樣轉車就十分麻煩了 不只是轉車走得完 南華早報在1995年就曾經報導過 當時在早上最繁忙的一個小時內 就有三萬人用的這個站 接近於當時的設計容量三萬六千人 所以就算起多少電梯或樓梯都好 都是改善不到這個站擠迫的問題 於是地鐵就在東水通車五年之後 就決定再建一個新的官航線的過海轉車站 去改善這個站的擠迫情況 在1994年的時候 其一個下居度的位置 就是現在我身處的天候 反正側如沖的地鐵隧道 就已經置住我這裡的位置 隨後地鐵公司很快就開始了研究 並第二年派出了五個天候站的方案 不如現在就交給Jason看看 每個方案的細碟吧 在介紹這個項目之前 首先要澄清這個項目 就是Quarry Bay Extension 側如沖之線 連同側如沖車站改善工程 整個project名就叫做Quarry Bay Conjection Relief Works 舒緩則如沖乘客擠迫工程 講起project的中文名就順便在補充一下 負責打稿和做資料搜集的RDG Admin O2其實就差點搞到反台 查地鐵的出版項目和網上資料 就只先找到五個不同的名字 分別是 則如沖舒緩擠迫擠迫工程 舒緩則如沖擠迫工程 舒緩則如沖乘乘客擠迫擠迫工程 以及 舒緩則如沖站轉線通道擠迫工程 等等 這個不是我們的Logo 誰負責的 捉他出來 不過也證明了 其實整理這些資訊非常困難 不如這次就給我們機會將公布 既然地鐵的可物叫 舒緩則如沖乘客擠迫擠迫工程 最後就決定加這個名字 作為接下來的討論 天后站不同的確建方案 和則如沖站一樣 想轉車都是要經過轉乘通道 其中一個方案 就在流仙街 和現在維園泳池地底 建確建部分 當年維園泳池還未重建 這塊地仍是網球場的時候 市政局想在這裏建兒童稀水池 剛巧就撞正想起則如沖之線 原本打算在1998年開到的稀水池 拖著拖著也都不見了影 隔了十幾年之後 就成為了今日新維園泳池的泳地 在天候選項裏面 則如沖之線 在港島線上方穿過 新月台變相就比較接近地面 而新起的轉車大堂 就有多條扶手電梯連接兩線 比較令人意外的是 車站會採用側式月台 並以站前交叉導線方式折返 先不說天候站附近地質 本來就已經不多點 增設近30部扶手電梯的造價 和營運成本 其實這條數本身都不小 更何況是 搞完一大輪 還要用4分鐘時間轉車 等同於起第二個側魚沖傘出來 側式月台的設計 令繁忙時間需要煤花鑑觸地 採用不同月台開出列車 對乘客來說構成不變 你讓我選擇 我來卷就不起了 就連時任地鐵項目經理 帕拉恒都說 要在天候組跨越台轉乘 並不可行 相比側魚沖的轉車方法 其實不是吸引得多 他們很快就原諒了天候站這個想法 亦都很快就把他們的建議 扔掉了我 無法教天候 顧問公司和地鐵 就很自然地 開始想用炮台山 和北角站做轉車 Round 2 研究開始 A few moments later 他們想到的辦法就是 是炮台山站呀 將炮台山站確建做轉車站 要麼就選擇同層轉乘 要麼就選擇分層轉乘 當中同層轉乘方案 是人都知道 都可以大幅折省轉車時間 事實上轉車距離 隨時和金鐘站有得揮 對轉車客來說 乘搭地下鐵路 當然可以說這麼快就到了 先說一下分層方案 原有港島線那層的中央通道 會進行大規模改建 上方開闢一個轉車大堂 有三組電梯連接 而不免就會起新通道 大堂亦會有直達電梯 讓乘客直接下去坐觀塘線 月台配置就比較特別了 則如沖之線月台 位於現時港島線月台以東 是兩個靠西的則式月台 轉車大堂向上斜 就是西行往會展方向的月台 向下斜 就是東行往則如沖方向的月台 轉車要走100米 大約只需2分半小時的時間 比起天候站4分鐘好一點 其次就是同層轉乘方案 車站面積將會多了一倍 現在港島線月台以東 將會興建多兩個 以中央通道連接的月台 新月台的闊度 將會類似現在北角站 將近澳線的那樣闊5米 月台與月台之間的中央通道 闊15米 原有月台 亦會起更多的轉車通道 除了原有大堂 有新電梯 和9米闊的通道 落新月台之外 泡台山站南面 亦會有多一個 新的售票大堂 以及中層付費區大堂 由於同層方案 在吸引性 承載量 以及可達性當中 都是最優勝的方案 所以亦順理成章 成為地鐵的首選 又這麼方便 又可以吸引到客用 泡台山站 自然是地鐵的不易之選 但正如每項基建要成到市 有一樣東西是走不掉的 就是錢呀 如果興建的可以像SIM CITY般任氣 其實西岡河站都可以 反正都聽說那裏沒有地鐵站 這是甚麼來的 天后罩那麼不方便 泡台山罩那麼麻煩 現在只剩下北角可以用來做轉車站 但是要將則如沖的路軌延伸到北角 就要大改則如沖站以西的隧道和路軌設計 設計團隊就算為了這件事 想到頭也帶上 但是現在只剩下北角這個選項 就不讓他們不頭痛了 顧問公司在1996年1月 完成則如沖延伸可行性研究 終於確立了北角站選項 鐵鐵亦在一個月之後 交給政府的建議書入面 列出選擇北角站的五大原因 包括 對乘客有個較方便的轉乘 在那麼多個方案之中 建設成本最低 宮崎比泡台山站方案短 較方便未來北港島線的延伸 以及比較少和現有地鐵營運中的設施 有銜接 1996年12月 地鐵將關澳支線 連同側如沖支線 獲行證局通過 側如沖支線工程 亦隨後在1997年9月展開 正所謂一日未完成project 一都未可以肯定最終的設計 事關在當年側如沖支線的可行性 不救過過當中 就有打算最終會延伸前 我身後會增的這一頭 再加上北角路線 將它接著在側如沖支線後5-10年內完成 所以一路向西延伸 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96年確立了北角選項之後 北角 掉頭隧道 不端設計指向港島線 泡台山站以南 北港島線上馬 就可以穿過港島線隧道底 繼續向會展進發 不久在1997年初 顧問公司提出北港島線的緩線概念 不單止修改掉頭隧道的設計 更徹底改變港島不按鐵路規劃 影響深遠 稍為修改北角掉頭隧道 將沒端指向天候站 就可以接駁港島線的行車線 裝上澳線的列車 就可以由北角行駛至中西區 換句話來說 如果換線概念 真是最終落手得到 各位出入張溫路的乘客 就不像我現在般 過這條那麼遠又長的隧道 過對面台轉車 由於換線概念 是最有效率的設計 地鐵公司很快就出入了這個建議 在正式版線燈路線圖 還未出現之前 就已經預留了最終的空間 被北港島線作進一步延伸 說的是 1997年9月的事情 經歷4年的工程 側如沖支線 在2001年9月27日正式通車 標誌著 舒緩側如沖 乘客製室工程 大致員工 沒錯 是大致的 如果你還記得 側如沖站西面 是有掉頭隧道的 根據原本的流程 側如沖支線通車後 掉頭隧道入面的路軌和設施 就會拆除 最後回填 但實際上 除了拆除外 這條隧道 根本就沒有回填 包括掉頭隧道在內 由側如沖 去到油塘 這部份的鐵路隧道 並非由地鐵所擁有 而是由當時管理中 東瑞的新香港隧道 有限公司所擁有 從乘客製室工程項目進行期間 鐵鐵公司並不是掉頭隧道的擁有人 胡填與否 要由那間隧道公司決定 兼且由那間公司支付回填費用 要額外成本 但又沒有任何效益 自自然然 就由得條隧道維持原狀 舒緩則如沖乘客 製室工程項目 只是香港鐵路規劃的一小部分 下集港家的 不廣島線 才是氣肉 換線還是交匯 說了30年 都還沒搞好 想知就記住訂閱我們 下次出片 就不會錯過了 對香港鐵路發展 有興趣的朋友 就記住留意我們 香港鐵營 HKRDG 香港的謎之鐵路規劃 故事未完 待續